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7月15日 在柏拉圖阿里士多德他們的定義下 人類是理性的動物 西方哲學 就是長期從理性的角度去看人類的本質 東方哲學就不同 比如說佛學 就是看人類很多非理性一面 貪僧痴 怨稱回 愛別離 求不得 都是從人類一些痛苦感性 去看人類的一些問題 最近《趙氏讀書生活》跟陶國章教授哲學五厘米有一個新的合作 這個合作就是哲學五厘米的節目會重組出來 然後重剪了 再配上字幕在《趙氏讀書生活》播放 陶國章教授希望我在每一段片前 加一些簡短的導讀 第一講已經上載了 但是由於時間關係我沒有做到導讀 所以今集我就要另外自己拍一段片 去講解一下我聽完陶國章教授和嘉賓 討論什麼叫做情緒 什麼像情緒 這個題目有一些感想 之後我都會在每一段片中加回自己的導讀 什麼叫做情緒呢? 這一集就討論了一件事叫做嘔心感 情緒我們長期都了解到七情六欲了 但是七情六欲以後還有一種感覺就叫做嘔心 嘔心可以說是人類的一個本能的反應 比如說你看到一些不潔的物體 我們會嘔心 看到排泄物會嘔心 腐爛的食物會嘔心 可以說是一種心理上的防衛機制 你就是由於人類經過幾十萬年的演化 以及一些生活的經驗知道 這些東西是髒的 這些東西會導致你身體有病毒 這些東西會導致死亡 所以即使是嬰兒子 他對自己的排泄物都會有嘔心感 這是人的本能反應 除了對髒不潔的東西有嘔心之外 慢慢演化到人類就有一種獨特的嘔心 這種獨特的嘔心 就叫做道德嘔心 就是對一些道德行為或者不道德行為 你會有反感 這種嘔心感是很有趣的東西 而我自己了解嘔心感 到了近代 就有一個比較深入的研究 以前古人、古哲學家就沒什麼興趣研究這個嘔心感的問題 因為他是從理性的角度 中國的哲學就是講倫理學的、政治學的 很少探討人的一些內心的想法 所以在近代去到達爾文 達爾文重點討論嘔心感 達爾文在一本書裡面 我剛剛去到兩次達爾文故居 其中達爾文有一本書是1872年的重要作品 叫做《Inspections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人類與動物的情感表達 裡面提到 他去到南美洲群島裡面 拿一些冷藏肉做晚餐 當地的土人 看到他用冷藏肉就立即有嘔心感 然後 他們看到達爾文 就是現代人 英國人 看到野人 他們吃的東西又有嘔心感 因為根據生活的經驗 每個人對嘔心的東西會有一些不同 達爾文就沒有仔細地 他還沒及時仔細地研究嘔心感 去到近代 在美國賓夕阿凡尼亞大學有一個教授 這個教授就叫做保羅羅津 他有系列地有系統地研究什麼叫做嘔心感 而嘔心感跟你的政治取向有關係 我列了一些嘔心感的題目出來 這是根據羅津教授的說法 他看到你的政治立場屬於左派還是右派 多一些 根據他的研究 如果嘔心感越多的人 對現實道德上越多嘔心感的人 政治上比較保守一些 如果嘔心感越少的人 就會比較自由一些 開放一些 屬於自由派多一些 所以這個當然是釋述到政治仍然有他的爭議的地方 但是嘔心感這件事情就可以很可怕了 因為剛剛提到很多時候我們對一些物品、物件 甚至乎對一些動物、寵物、昆蟲 有嘔心感 是根據人類的生活經驗 比如說一些狗 看到一些辣植的狗 狗的群體裡面看到辣植狗會有群體攻擊 因為他擔心辣植的狗 可能會有一些 爭奪資源 會分薄了他的資源 或者有傳染病 是會影響到狗的族群的 所以當狗看到一些辣植狗的時候 他會排斥他 甚至乎會攻擊他 這個在動物裡面 是很常見的 但是人類 經過最近幾千年的發展 我們產生了一些文明出來 理論上對一些弱勢社群 對一些有殘疾的人士 對一些看上去好像很不幸的人 我們應該產生了跟動物有不同的情感出來 這就是孔子、孟子所說的 拆引之心 但是現實社會裡面 我們固然對一些人有拆引之心 但是也有時候會有一些人對一些弱勢的群體 是會有噁心感的 對一些你自己不滿意的群體 會有噁心感的 而一些政治家 就會利用人的動物性 擴大了他 一些搞政治人 就會擴大了人本能上 這些噁心感 而達成一些政治的目的 譬如說希特拉最出名 希特拉利用德以治民族的人 對猶太人的噁心感 然後就擴大了整類的政治目標 最終就是要屠殺猶太人 屠殺猶太人是一件非理性的行為 因為你對付猶太人擺一個集中營 你又要擺很多資源在這裡 如果你真的要擴張 你就不如留一些資源出去打仗 但是他不是的 偏偏要管著幾百萬的猶太人 管著幾百萬的猶太人 你也要花幾十萬人去管他 這個其實就是作簡自綁的 但是他們偏偏也要這樣做 原因就是因為 你要挑起別人對某些族群的噁心感 你才能夠直此達到自己的政治野心 另外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 非洲在1990年代出現了兩個種族 一個叫胡桃族 一個叫屠西族 屠西族就是被胡桃族大規模的屠殺 一些文獻記載就說超過100萬人 有些學者的估算是5、60萬人 在短短一年裡面 竟然有幾十萬至上百萬的人被屠殺 這也是因為兩個民族之間有很多世仇 有些政治上的不公 導致屠西族要反抗 屠西族作為弱勢要反抗 然後胡桃族的政客宣傳屠西族是蟑螂 你一旦當政治家將人類 將其他族群 是 無滅污衊 大陸叫做污名化了 為一些噁心感的動物 蟑螂就是噁心感的動物 因為蟑螂是不潔的 它自古以來都會帶來疾病、細菌、傳染病 給蟑螂、老鼠這些就給人類了 所以人類對蟑螂、老鼠、蒼蠅這些昆蟲 就有一個較高的噁心感 是出於人類身體上的自我保衛機制 所以這種情況也是 當一些政客將群體視之為蟑螂、老鼠 就是鼓勵人們將它們非人化 往死裡打 因為如果你當對方是人 大家政治意見不同 都會打起來 但是你會留守 你不會置對方於死地 不會滅族、抄家 但是你一旦當它們是非人的話 這種政治宣傳就一傳十十全白 當它們是蟑螂 它們就會踩死它 枉死裡打 不當它們是人 結果短短一年裡面 年幾兩年 有數十萬至一百萬人被殺 所以可以看到 政客運用對人類裡面陰暗的一面 是可以造成幾大災難的 在中國大陸也是 中國大陸將一些人定為階級敵人 黑五雷 它不是人 黑五雷 而共產黨的理論 人民民主專政 對人民民主、對敵人專政 它也是將人非人化 敵人也好一些 黑五雷也好一些 比起曱甴也高級一些 但是將它們列為次等一些群眾 次等的群眾可以往死裡打 在北京蔡奇、北京市委 就說到 對付一些低端人口也要往死裡打 所以不當它們是平等的人 當它們是次等的人 西人、白人 就是很長時間當黑人不是人 即使在美國的立國宣言裡面 都是將黑人排除了公民裡面 所以都是次等的人 次等的人不會獲得跟我們平等待遇 這些也是一種偶心感 利用嘔心地將其他族群的地位降格 在黑五雷以後 香港10年前也發生了 10年前因為中港一些矛盾 資源爭奪的問題 所以香港有一些示威者 當時稱內地人是黃蟲 當然黃蟲是一種比喻 當時其實10年前我們指出了不能夠這麼說 因為這種仇恨一大擴大 黃蟲就是對農民來說 是一種完全剝奪他們生存權利的昆蟲 因為每一次黃災 就會導致中國大饑荒 所以中國的農民對黃蟲 是一種極大的嘔心感 但是當時有一些搞抗爭的人 宣傳他們是賊黨緋聞 是黃蟲 這就是擴大了嘔心感 而嘔心感可以讓兩個種族之間 是發生悲劇的 所以10年前我指出了這種做法是極之危險的 當你視對方為黃蟲的時期 到了2019年抗爭了 在親建制裡面的一些人 到現在仍然是這麼用的 就會視一些示威者為蟑螂 其實就跟胡桃族屠殺屠西族的背景是一樣的 當你視之為蟑螂 穿著黑色衣服的暴徒 你就可以踩死他 所以721、白衣人、警察 就是對示威者濫用暴力 完全不留守 漠視法紀 去毆打 當然示威者也會對他們不同意見的人有互相衝突 這些就造成了極大的危險 所以歷史上又太多次了 我另外一個重點研究的題目 就是1870-80年代 在中國的陝西一帶發生了一個嚴重的經濟問題 經濟問題導致政治問題 最初是因為太平之國的爆發 後來兩次鴉片戰爭 加上各種原因導致經濟不景 那麼 最初是經濟問題 沿海的一些人走進了中國的西北生活 西北的地方有很多回民居住 加上滿人做官 他們不公 他們偏袒滿人 滿洲貴族白旗子弟 也偏袒漢人 因為對他們來說 滿是高等的民族 漢是次一等的民族 但是都已經歸化了 回人是新疆 是新佔領回來的土地 搶奪了香香公主 佔領回來的土地 所以再次一等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他們不視對方是平等的人 而回人當然要群力起義 所以產生了十年裡面的動亂 數百萬至一千萬的戶口消失了 這些消失可以是死亡 可以是走爛 各種原因 所以這個是看到 人類其實發展了幾千年的文明 本身跟動物一樣 有很多事情都有道德偶心感 但是人類加上他們有道德性 產生了道德偶心感 這種道德偶心感被野心家利用了 就可以挑撥到人心裡面最殘暴 最不理性 最可怕的一面 所以搞抗爭也好 搞政治運動也好 我們看到這些事情的時期 一定要告訴大家危險性 但是人活在一個圈裡面 有情緒 人是有情緒的動物 當然是不會聽理性的說法 所以十年前我們講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人們都指責我們 說我們幫大陸人說話 維穩等等 現在回想起來實在覺得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詳細收睇 陶國璋教授的哲人瑞宇 陶國璋教授是香港哲學界一位非常結出的前輩 師誠的某中三先生 所以我在他身上學到很多知識 但願各位也跟我一樣 可以在這裡獲得一些知識 今天的導讀到這裡了 下一集我的導讀會放在陶國璋教授的節目前面 今天到這裡 希望大家支持 參加Patreon裡面 還有一些獨家的內容 也有很多陶國璋教授哲學的短講在裡面 以及我的中國經濟史專題 現在就到了第五講 接下來這個星期就五講 一個月就兩講 完了這個中國經濟史專題之後 我應該有可能會開中國近代史專題 到時候看看大家的反應如何 這個中國經濟史專題預計有十幾講 十二講至十五講 看進度而言 所有會員都可以參加我的Zoom課堂 VIP的會員有無限重溫的 OK 今天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支持 知識有價 拜拜